妈! 怎么了? 你帮我在星光证券开的定期定额, 同学也有, 他说户头的钱会自己长大耶! 这就是定期定额投资啊! 那要帮妹妹开户吗? 当然,理财要从小开始, 我们还一起办了星光证券家庭存股账户, 未来每年每个人都送500元手续费回馈金, 我们三个人就有1500元耶, 可以省下更多钱来投资哦! 哇,全家都能一起存股想优惠, 我也要跟同学说! 他的APP还能智慧选股, 投资起来省时又省钱! 亲子理财第一步, 家庭存股好幸福! 点击资讯栏连结了解更多优惠! 哪个岛最热? 套中岛! 大家好,我是东东, 欢迎来到童话套中岛, 让我们一起从故事里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套中岛更新哦! 成语难不难? 四个字就是成语吗? No, no, no! 成语都是其来有字的哦! 最近好流行在家里种龟背玉、观音叶, 看着植物经过灌溉后冒出新芽, 一定很有成就感! 对呀,生活环境绿化, 眼睛跟心灵都健康! 不求开花结果的话, 观叶植物或是多肉植物, 都是初级入门的好选择哦! 可是,我就曾经把仙人掌中死了呀! 汉堡姐姐别难过! 果然,人家说, 如果不是绿手指, 就无法感受栽种的成就感! 哦?绿手指? 要变成浩克才有可能当绿手指啊! 这个条件也太难了吧! 你是看太多漫威电影, 太想加入复仇者联盟吗? 绿手指的意思是指园艺方面有常才! 绿手指是来自英文 Green Thumb, Green Finger 就是你很会栽种花花草草 而我呢,就没有绿手指! 小一,我是这样记得 手指绿绿的, 简直就跟植物为一体, 所以很会照顾植物! 哦,是很棒的记忆法哦! 谢谢东东! 汉堡姐姐,我记得有个成语 也是跟栽种植物有关系, 但是,好像不是称赞别人的! 有默契,我刚好也想到 要来补充那个栽种的故事! 有位从幼教老师退休的职员, 决定回乡务农, 放慢脚步找回初心! 哎呦! 哎呦,在小小的田地里面 挖哑挖哑挖, 种小小的种子发小小的芽! 唉,才刚开始 种植作物 真的好担心 我刚刚埋下去的种子宝宝们 它们会顺利乖乖地长大吗 别担心 有你的爱细心灌溉 一定没问题的啊 农夫每天都来农地 确认他的种子发芽了没有 几天过后 哎呀 又来照顾你的作物啊 对呀 每天的日照温度 空气湿度 土壤状况都不一样 我要天天来观察观察 哎呀 我的小种子发出小小的芽了 恭喜恭喜啊 发了芽是好的开始 接下来就等芽慢慢发展出 更粗壮的根茎 你收成的日子 您就更进一步了 嗯 嘿 在小小的嫩芽上面 娇呀娇呀娇 发细细的根 惊开小小的花 快快长大吧 我等不及看你开花结果咯 哎呀 这急不得啊 除了人为的努力 务农某种程度也是要请老天爷赏口饭吃 你也不要太心急了 嘿嘿嘿 我会努力浇水施肥 帮他架好可以遮风避雨的支架 可以期待 但不要用力过猛做的太多 不然小心啊 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No 我的爱只会更多的 对你爱爱爱不完 嘿嘿嘿 农夫这下除了天天去照顾嫩芽外 还做了植物身高表 来记录每天植物长高了多少 哇 今天又长了0.2公分啊 好棒好棒啊 来 再多喝一点水 多吸收一些肥料哦 嗯 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我的作物生长得再快一点呢 你只要循序渐进地观察它们的生长 看有没有病虫害 或是保护它们不要被鸟泪吃掉就可以了 不急不急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农夫实在太担心他的作物们长得不够快 不够好 想来想去 终于想到一个办法 哎呀 就像人想长高的话 可以跳跳绳努力筹高那样 我希望我的作物快快长得直挺挺 我就来拉它们一把吧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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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 哦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心急的农夫 就这样把他所有发芽的作物都拔高了一点 辛苦了一下午 回家倒头就睡 一早起床也是心急的奔向农田 准备检查作物的生长情况 嗯哟哟哟哟哟哟 我的作物经过我的拉拔一定会长得更好吧 哎哟哟 出大事了 啊 你你你农田里的作物 不知道怎么回事 全都哭死了 什么 不可能 不可能 哎呀 啊 怎么会这样 我的作物啊 我看昨晚没刮风也没下雨 我的作物也长得好好的 怎么救你的作物全都死掉了呢 啊 是我不好 我昨天自以为聪明的一株一株拉拔他们 希望他们可以长得快一点 高一点 谁知道 反而害他们全都哭死了 哎哟 所以我提醒你不要做的太多 不然会适得其反啊 你这样用不当的手段 希望速成看到结果 真的是压苗柱长 哦 所以汉堡姐姐想要补充的 就是压苗柱长的成语故事 叮咚 这个也算是个不是绿手指的故事 对对对 亚就是拔起的意思 故事中农夫太心急了 用了那种不当的手段 以为是帮助 结果根本是害了他的作物 很多人一听会以为压苗 是把苗压下去的意思 不过记住哦 把苗压下去 那就是很直接的让它不好生长 就不是自以为帮助了 故事里 邻居其实一直在提醒农夫 对呀 他不断地提醒农夫 要循序渐进 不然会适得其反 这两个就是汉堡姐姐要再补充的 反义词和同义词啦 听一个故事就学到三个成语 好棒哦 只要按部就班 每次都准时听这个单元 慢慢多学一点成语 相信对大家一定都有帮助 哦 汉堡姐姐又再多补充 按部就班这个成语了 抱歉抱歉 是我太贪心了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你想收听全部的故事吗 马上加入童话套拥到天际club 就可以立刻解锁 无限听到宝 跨平台收听 请使用spotify加入 iOS系统 推荐使用apple podcast 好多好多故事等着你哦 等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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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